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我是HOME的陈小宇 又到了我们今天晚盘的时间 首先来浏览一下欧洲股市开盘的情况 欧洲股市开盘的多数时间上升 像德国还涨了1.22 像意大利涨了0.98 以及挪威也是上升了 多数欧洲国家都时间上升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亚太地区收市的情况 亚太地区收市多数涨跌三半 降了比较多的是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 跌的比较多的是马来西亚 在昨天马来西亚领帐的时候 我们就提了一个疑问 它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是吧 降来看的话应该是虚假的 今天变成跌幅最大 领跌整个亚太地区 然后我们从今天早盘其实就已经看到了 早盘就不太妙 那在11点的时候 这个早盘解析有说到 也没有转上 所以当天收音线基本已经定了 只是今天因为政治上的一些因素出现了比较快的下跌 今天的收盘也跌破了昨天阳柱的一半 因为昨天阳柱没有超过前天阴柱一半 所以说还是往下走的 还是看空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趋势和资金的状况 趋势倾向于继续变弱 下降动能继续增加 庄家依然是零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马股收盘的盘面特征 马股收盘最终收益1496.48 下跌了9.30 跌幅在0.62 其中实现上升的股票是246只 实现下跌的股票是896只 实现平盘的股票是345只 跟早盘比的话就有所恶化 从行业来看呢 早晨还有一个行业的上涨 到了收盘之后呢 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是下跌的 今天领跌马股的是 energy construction healthcare technology property financial service 基本跌的都比较多 好我们来看energy今天跌的是蛮多的 从这个趋势角度来看呢又翻青色了是吧 下边的散户有明显增加中加是零 今天还带账呢是75850787253其他基本都是下跌的 那跌了比较多呢是72515186874706 那518呢也是有关于政治背景的关系是吧 今天呢出现了翻青 庄家也出现大幅的减仓 呃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healthcare healthcare今天降的比较多呢是Hotelica 以及supermax 0163 跌的比较多呢是708100817148啊疫苗股 然后我们看到手套呢还是比较抗跌 今天庄家有明显的增仓 翻倒蜡烛变青色但是青色比较小啊 说明下降动能比较弱 那像7106呢今天继续是下降趋势 但是说倒蜡烛变窄说明下降动能减弱 下面的炒家呢还是减仓的 所以依然属于下降的趋势 我们再来看 information technology 那这个行业呢基本上也是跌了很多 从昨天翻青色呢就跟大家说了是吧 今天呢继续的下跌 庄家继续减少 今天还在起的像0152啊9377啊0022啊是吧 002是一直以来是比较强势的 0045呢就是偶尔反弹 9377也是反弹 包括0152是吧 都属于反弹的范围 今天跌幅较大呢是0154 0034 017 那0034呢近期是涨幅较大的 昨天出现轻注今天出现下跌啊 昨天跌比较多今天跌的也比较多 庄家基本上已经跑路了 那目前这个市场呢是 恐慌性比较大的 然后风险也比较大的 那我到底应该怎样去操作我们手中的股票 该持有还是该低息 该逃命还是该加码 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话 可以发送你的股票代码到下边联系方式 我会通过六塔生龙和去庄 给你做一个诊断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非常有帮助的 请帮忙点赞转发给你的股友 如果是想要购买软件的 可以报答我们的购买热线 好了 今天的晚盘解析就先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